碎骨魔才是最勇的霸天父 刚登场就赶单枪匹马单挑汽车人领袖秦天柱 他是威震天麾下的第一位使 天生的组合战士与杀人机器 与其他狂派战士野心勃勃不同的是 唯一支撑着碎骨魔的只有他那极度的仇恨 但他却更恨被买个床瞧不起的命名 为此他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完成任务 他的载具形态是一辆不法罗牌雷防暴装奖车 虽然勇气可嘉 但在实力上却被秦天柱轻松碾压 而下一位登场的则是天生反骨的红蜘蛛 他是买个床最中心不二的狗腿 身为狂派空军指挥官 红蜘蛛的能力无庸置疑 他能变身为一架美军F22战斗机 与万米长空纵横披靡 虽然他的实力非常强大 但却常常抱有一颗不成之心 稍有机会他就会选择谋朝篡吻 但好在买个床总能凭借王霸之气将他镇压 或许是因为红蜘蛛的马屁功力相当不锁 不然恐怕早就被买个床给他了 最后一位出场的则是狂派铁骑军成员之一 他就是号称同墙铁壁的吵闹 吵闹的变形再具为一架美军M1式主战坛坑 刚登场的他就凭借一己之力挑战全体汽车人 但在被救护车一个飞跃斩断自己又病 不甘心的吵闹还想再战 却被赶来的55开一炮风中胸膛彻底暴毙